大家好,歡迎回來Arts in Fast,我是Helena,Diva Channel的編輯 我是Bosco,Art Letter的創辦人 在這個動盪的環境下,相信有不少床家都會走保守的路線 上星期Bosco就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心碎藝術家 以及這些藝術家在近年,包括近期在拍賣行的走勢 如果錯過了的朋友,可以看看我們上一條影片 沒錯,轉眼都過了一個星期,首先希望各位觀眾都安好 如果不幸染上COVID-19,都希望已經存餘了 又或者有足夠的照顧,令到你可以度過這個艱苦的時期 如果一直安好的話,希望你能夠支撐得過這個第五波 就不用受到這些病毒的煎熬折磨 自從俄烏戰爭加上歐洲局勢緊張,股市已經持續下跌了三個月 疫情又不斷反反覆覆,大家似乎對投資非常保守 始終未知會不會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黑天外事件 觸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到底對於歐洲北約國家來說,俄羅斯如何才算是觸及底線呢? 導致需要北約軍隊出擊,是俄羅斯觸及波蘭和烏克蘭的國家邊境呢? 還是俄羅斯動用這個核武呢?我們都不知道,所以大家都非常保守 藝術品尤其是因為賣入容易賣出難,所以值得投資的藝術品價格通常都比較龐大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大部分收藏家都傾向小心出擊,避免大量資金紮住就不能動 其中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政治層面又不明白,現今看來又似乎最安全 如果照你這樣說,其實最近拍賣行的成交是否都會偏向比較緩和呢? 不會像之前那樣,天價成交又或者聽到藝術家創新高的情況? 我想這段時間就應該比較難一點 譬如說回,2022年3月11日,紐約蘇富比拍賣了一個很著名的藝術家 Louis Hollowell的兩張作品 畫面中的第一張,這一張,尺寸是71.1乘53.3cm 股價是20萬至30萬美金 最後連勇金是352,800美金成交 另外一張也是同一場拍賣的,尺寸是70乘50cm 股價是15萬至20萬美金 最後連勇金是214,200美金成交 兩張作品之中全靠加勇金才能夠超出股價 第二張作品明顯看到這個藝術家自從有作品拍賣以來一直上升之後 難得一見的低位添加 那這個藝術家近年有沒有一個比較高位置的成交呢? 大概在哪裏呢? 大概說回,這張作品,就是剛剛畫面中的一張作品 其實之前曾經在2019年11月13日 在紐約的Felix拍賣,當時股價是4萬至6萬美金 最後連勇金是10萬6250美金成交 回答你的問題,雖然作品在今次成交 帳面升值一倍,其實遠遠低於現在的市價 這個成交價格似乎回到2020年的年頭 這個新的成交價,估計原藏價其實一點都不滿意的 相信其實在戰爭爆發之前應該可以是40萬至50萬美金成交 另外一張力都是遠遠低於去年那個市價 來看回,類似風格的作品在2021年的11月29日 即是去年沒來,幾個月之前 阿寶,香港有一個拍賣股價是80萬至120萬港幣 最後連勇金是以378萬港幣成交接合大約是美金 49萬,你看到兩者相差13萬美金大約是100萬港幣 2021年的年底,藝術家最後一張拍賣的作品 畫面這一張股價12萬至18萬美金 最後是50萬美金成交 雖然兩張作品風格不一樣,但明顯看到 作品價格的回落都很誇張 我自己相信,留於Hollower的需求依然都在 只是因為國際的局勢動盪 導致價格有些回落 據我所知,依然有很多人排隊等 收藏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雖然現在看,價格成交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回落 但藝術家自己本身都很年輕 都叫做壽市場的追捧 你覺得現在其實是否可以趁低去購藏 我認為如果手頭上有充裕的資金 價位亦都是這麼低的話 其實都頗適合入手購藏的 希望持續兩三年之後,讓局勢換和 就可以再次轉手 相信有盈利的機會都頗大 始終局勢一定會過的 當然爆發一些非常巨大的戰爭風險 就當你收藏在這張作品的時候 就一定要衡量 市場上其實有很多具質素的藝術家 出現作品價格下調的現象都頗普遍 當然,投資藝術家在一個需要持有大量資金 才可以進行的活動 在購藏之前必須要衡量自己有沒有足夠的能力 在不動用任何資金的情況之下都可以度過現在的難關 否則,即使我們錯過這些機會 都不要令自己深陷了一個非常難堪的無法轉身的景地 沒錯,多謝Bostle來今集的分享 我們下星期見